我們稍後也會安排兩位升級拳手霍國和周詠恒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們的感受和備戰進度 當然還有火藥味最重的face-off環節 不過我們現在首先邀請Derek和我們說幾句 有請 Hello 大家好 我是鍾佩珊 首先多謝各位記者的來臨 今天想和大家分析 亦想和大家分享兩件事 一 就是為何我要搞這一場的拳賽 二 就是我們的拳賽究竟有甚麼特色 我自己就很喜歡以前的香港 真的很愛香港 現在的香港不是不漂亮 但是有些東西不同了 有些甚麼不同了呢 就是大家覺得香港有很大的壓力 大家都很吵 今天真的很感恩 下大雨 見到大家匆匆忙忙 大家的樣子都有些是 真的很吵 工作人員又吵 每個人都吵 我自己都吵 是不是 我出街也見到很多街頭的暴力 那些人不是爭執 就是推推總檔 推推推推 有時還要是繼而動武 那我作為一個讀L 我是很喜歡上網的 而上網 真的 上網呢 每天都見到很多網路的暴力 每天都有很多網路的暴力 不要說每一天 甚至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很多網路的暴力 那而呢 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 在所有的保論區 或者是Facebook留言 所有事情都見到是很負能量的 那我自己上網的體驗呢 一是鍾梅生在插人 一是鍾梅生被人插 總之呢 香港人真的很骯髒 那我自己臭底的時候呢 我會做些甚麼呢 我去打拳 我打完拳 我的人呢 靠了很多 健康了很多 所以我很想把拳擊這個運動 推廣給香港人 為香港人 除了去搞娛樂城市之外 希望為香港提供一個 合法 合理 情緒發洩的渠道 那希望看的朋友仔 就是買剩板票 大家練得這麼辛苦 不要看道辦 那也都呢 有興趣參加朋友 參加我們的海選 那為我們看的朋友 提供娛樂城市之外呢 大家可以放鬆一下 打的人呢 可以挑戰到自己 身體更加健康 用我的幾年 搞決賽的經驗呢 為大家提供一個 合法 合理 的情緒 發洩的渠道 那至於 第二件事 我們究竟呢 有些甚麼特色呢 這個拳賽 這個拳賽是有一個特色的 第一個特色 就是呢 我們呢 是打90秒 一個回合 是 90秒 一個回合 那大家都見到 正常的拳賽 最少 最得限度 都三回合三分鐘 要被陪伴的朋友 都相信知道 我用 Derek 28歲開始打拳 周圍都升級的教練 我都用了差不多 一年時間 才有足夠的體能呢 去完成這些賽事 但今天呢 我們搞一個回合 90秒 是 很多的拳手呢 都可以去參加的 那也都很多香港人呢 不是說 好懂得拳 是決分不了太拳 是MMA 總之就打了 那我們搞這個 的賽制呢 就令到呢 可以 我自己覺得高手在民間的 個個上網說自己幾好抽 那今天呢 我們搞一個回合 90秒呢 就令到 大家可能沒有這麼多資源 和時間 去訓練這個體能呢 都可以參加 令到呢 這個拳賽的 報名門檻 和觀賞門檻呢 都可以降低 那希望呢 大家有實力來挑戰的呢 都快點過來參加 那90秒 一個Round 相信很刺激 一埋牙就平平白藍了 那第二個特色是什麼呢 是這個將會是香港首個 和拳手線上盈利分成的一個拳賽 香港的運動員呢 其實是很需要我們去支持的 香港的運動員是很艱辛的 他們呢 很多時候比賽呢 就要給報名費 有時候還要貼錢打比賽 什麼叫貼錢打比賽呢 就是那些主辦單位 很多時候是給票這些拳手 那他們要賣票 去賣不完呢 要自己偶錢貼錢去打這個比賽 那不要說 陪生涼台無敵杯 這個We are chance 是不用錢報名之餘 我們將會在海選 是任何人都可以報名的海選 我們會選出8到12組 觀賞性最高 最好打 實力最高的一班呢 和他們一起成長 一起分成 我們願意 將我們30%的線上盈利呢 和這8拼 16人 去到甚至是12拼 20人呢 去做一個分成的 那希望呢 我們We are chance 這間公司呢 可以為香港提供更多的娛樂性 為香港人提供一個合理 情緒發展的渠道 而呼籲 那麼多位有興趣 參加到海選的朋友呢 就立刻熱烈地去參與了 Now we should let's go 多謝 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郭哥 其實首先在這裡 多謝中先生 任先生 和周先生 可以搞到這個 陪生回合 門食杯 和將他們的分成 可以給到一些新進的拳手 即是海量選素的人 進來打90秒 其實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我本身自己都認識很多拳手 其實他們的待遇 哪怕是打到什麼什麼冠軍 其實他們都要在外面打到 在外面打到牛公 再回來一齊尿捲 其實都醫治的好勁 但是他們得到的東西 是屎龍海 差不多可以得名 但是找不到食 其實可以搞到一些這些比賽 帶回他們的風氣 令到他們可以找到食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其實我現在的備戰進度 最重要就是開始要減磅 因為我們是打75公斤級 即是說我要跌30磅下去 去跟周先生打 所以我希望周先生可以真的練到 真真正正正 用心練到 不要像上兩場一個 Steven那樣 上台被人打一旺 就算 我希望周先生真的可以練到的東西 不要我下來30磅了 接著頭兩彎教練了 那不好看的 也都可以說 我要積極去練這件事 現在減磅就是我最大的挑戰 跌30磅或188公斤 暫時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打一場好的拳賽 給大家看 中山馬流血了嘛 流啊 好 麻煩你了 好 麻煩你了 現在看看周先生有什麼回應 你要減30磅 我要加5磅 你會陪一點點的 你也要加油 我自己本身都 很經常都有一些不合法的情緒發洩 好多謝阿鍾先生 這次給我這個女台 簽了一份約 很合法 你可以有一個情緒發洩 不過 福仔 你會小心點 沒有血霸彈 流血都一定 我看新聞都看到你很多打的 但你不是打男人的 我不是打男人的 我專門打女人的 你看多些新聞吧 淚泰在流血和流汗的地方 不是吹水的地方 你知道嗎 喂 你吹水 我在等著流的了 我叫你看多些新聞 這些新聞吹水的 是嗎 是 是 你看看我當時的情況會怎樣 你加油 大家一起 上次的拳證 你打上一場 他打比莫 他知道我跟你打 他說你第一場抹口 抹口 第一場抹口 第一場抹口 他叫我給點心機打你 我怕第二場可以透不出氣 即第二回合可以透不出氣 那就看看怎樣 加油 你加油 未開始face off 已經火藥味很重了 不如我們現在就 直接進入這個記者的提問環節 好嗎 再多提大家一次 今天是不設台下為訪的 所以各位記者朋友 如果有問題想發問的話 就可以趁現在這個時候發問了 好 大家可以開始了 中先生為何你會打算找霍哥和周先生打呢 因為他們兩個都很熱心 其實上一次拳賽 我認識了Roy 7、8、9十年 Roy自己都說有比賽想打 上次我見到他們很肥 然後我覺得不行 出來做事應該給你心機練好一點 沒理由 除了衣服肥腾腾 所以他打給你 沒有了 我想玩 那你記得說嗎 是的 霍哥 霍哥也都是 這麼多年 都見到他們參與與後活動 其實也是一個想不到的組合 我相信他們會有很多的火花 而他們兩個都是一個 比我自己的認為 他們在這個權在 他們會很努力去練 100%給大家一個 是一個叮嚀彈辣 剛剛他們兩個都說了 流血 的一個賽事 所以我認為他們是一個很合適的組合 需要重金禮拼邀請他們兩個嗎 這個是 相信他們兩個是比現在的 比香港很多拳王級的籌金更加高 當然 我們會接下來一直去搞比賽 那這個也是一個生意來的 如果我們的觀眾的支持越大 我們日後的籌金就會越來越高 我們不是一個慈善機構 而是一個行業 所以我們都很願意跟全球一起去成長 所以我們這個比賽 如果很成功 他們兩個打得好 大家想繼續看 或者下一拼好看的兩位的命人 我們會越來越提升我們的拳手 是不是覺得他們有話題性 所以就特意找他們兩個呢 當然啦 拳賽是一個娛樂城市 就是這次你看我們90秒 一個round 90秒 就是因為大家對拳擊不是很了解 所以一定是用那些名人 一些海選新的一個創新的一個做法 令大家有一個觀賞性很大 這樣去接觸這個運動 一步一步這樣去理 中先生你認識了周先生這麼久 你是不是覺得他一直都很躁底 很需要發洩這個情緒 所以找他帶這場比賽呢 這個又不關事 我覺得他們兩個是一個很好的運火花 剛剛說了一個很好的運火花 那周先生你好像是說 腦子之前有做過手術 那你怕不怕如果霍國 重擊你的頭部的時候 會有生命危險呢 我之前的腫瘤已經撤除了 其實一直都是幫人做的 因為有狗東西在裡面 現在可以的 多謝大家 我想補充一下這個問題 那我們在這個拳賽上 我們每一位有海選 我們都會有健康的申報 那要他自己是有一個缺免 自己的申報 保證他是安全才可以上台 那霍國和Roy 他們都是跟我們合約上之餘 我們是有一個健康額外的一份 而當然我們都會有最好的醫生 就是醫療團隊 專業的醫療團隊 去確認每一位是 每一位參賽的選手 都是有一個安全和健康的狀態的出賽 還有沒有記者朋友想問 代表選手有沒有目標 要用多久時間KO對方 好啊 一回合 大家都一回合 很快就關上場 一回合 一回合 認真 真的關心 真的OK No Bullshit Let's Go OK No Bullshit Nice 阿福哥 之前發生阿貞那件事會不會影響你備戰的心態 或者心理質素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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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 有些人 既然找了美娜的國國 就說 有些人想來找家聰 你都說 有些名人的賽事 你會考慮 搞到這一場先 今次我們會給海選很多香港人的曝光 我們希望大家的焦點在這兩位選手上的運動員 接下來會海選參賽的運動員 下次有其他人 我們先去焦點在他們 如果家宋 他有什麼 歡迎 去店頭的話 鍾先生 你這次會不會壓軸出場參賽 暫時 之前都說過 我應該都不會再打 除非一個很合理的拳酬 另外我可以十個星期 或者一個人真的很討厭 我很想打他 不過如果家宋想打 你不會落場想再追手 OK 誰再追手 我也沒人歡迎 不過阿貞事件之後 微辣 除了你之外 還有家宋退出了 現在微辣 全都會滅團 不好意思 今天記者會 我們想聚焦在拳賽上面 阿霍哥 先回答這條問題 這件事 他們就會有他們的宣佈 因為始終我已經離開了 他們開了什麼 會發佈什麼 其實我們就不清楚他們會怎樣做 你等待他們有什麼發佈 再留意 我也在留意 會不會覺得可惜 如果真的滅團 多年就收拾 好 那我們今天 其實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 想問一些關於拳賽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那不如我們去到大家 最期待的Face of 環節 好嗎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再見